大家一起来关心今天的天气 今天天气其实是有点冷的 感觉好像回到了冬天 那么预计明天天气会有短暂的好转 不过时间没有持续太久 明天晚上开始又会再有一波封面云溪南下了 云图上面可以看到今天事实上是有个高压 逐渐往东面移动 所以其实东北季风是有在逐渐减弱 但是因为我们北部这附近 还是有一些浅薄云溪笼罩 所以感觉还是云量比较偏多 很像冬天这样子 那么也因为缺乏日照的关系 所以中午的温度都上不太上去 那么预计明天晚上可能还会再有一波封面云溪南下 提醒大家要特别留意 从这个累计雨量图上面可以看到 今天的降雨也没有很多 就在中部跟北部还有我们东部 有一些零星短暂的阵雨 下雨的范围也没有很大 雨势也不是太强 所以提醒大家还是要记得节约用水 那么外几天的话可以看到 明天是这个高气 东移的幅度还会再更大一点 所以东北季风还会再更明显减弱 转成有点偏东风东南风 所以西班部天机会慢慢好转 北部甚至也有从云风中间到阳光的机会 但是持续时间不是太久 明天晚上开始 下一波封面云溪跟冷空气就会南下了 而且这一波的冷空气跟封面的维持 这个滞留在我们台湾上空时间 就稍微比较久一点点 从明天开始一直到礼拜四的元宵节 礼拜五开始天气才会逐渐好转 但是礼拜五的下半天 又会再有一波封面云气南下 所以纵观看起来在外期天的话是明天的白天 跟礼拜五的白天天气还算是不错 如果大家想要起山衣物的话 可以赶快把握这两天的时间 那么看一下外期天下雨的范围 都是主要在苗栗以北 东北部跟东漫部 这样的机率是比较偏高的 尤其是礼拜三跟礼拜四 那么礼拜二跟礼拜五的白天 天气还算是不错 但是在我们东漫部地区还是要注意 是比较容易有些局部短暂的阵雨 在风的部分今天的东北季风是在逐渐减弱 那么预计明天的风速是比较微弱的 重要不要留意一下空气品质 到明天晚上的时候 东北季风又会再度增强 沿海地区还是要特别注意风浪会明显的变大 那么在温度的部分 今天实际上是有一些 这个冷空气减弱的情况 那么预计明天的白天 温度这个回升的情况 会比今天再稍微更明显一点 但是明天晚上开始 风明云气南下之后 北边的冷空气也会跟着南下 明天晚上开始也会变得比较冷一些了 所以来看一下外期天门北部的天气跟温度趋势 可以看到阳光就是礼拜二跟礼拜五的白天 其他的这个时间降雨几率都是比较偏高的 在温度的部分要提醒大家注意 明后两天清晨还是比较偏凉 大约只有14度 但是明天白天的温度可以比较明显回升 来到大约23 24度左右 礼拜三又变冷了 要注意礼拜二到礼拜三这两天的温差 礼拜四开始温度缓慢的回升 但是清晨回温的速度并没有很快 大约还是只有15到16度 中午高温慢慢可以回升来到21到23度了 要注意日夜温差 礼拜六温度又会小幅度的往下降 南部的话外期天天气的变化幅度不是很大 基本上都可以看到阳光 降雨几率都不是很高 清晨低温大约是19到20度左右 中午高温可以来到25到27度 所以最后再为大家提醒几件事情 明天晚上这个明天白天天气还算是不错 但是明天晚上方便云气就会南下了 北部跟东半部在入夜之后会有比较明显的转冷 还是要提醒大家添加保暖衣物 那么中南部还是要特别注意日夜温差 以上就是今天的天气 我们看详细的天气数据 感谢观看